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最近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大学 东部的长春藤盟校耶鲁 到西部的加州大学 美国各地的高校 相继爆发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事件 并引发抗议 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高校 存在的种族问题的高度关注 美国这些大学 为什么现在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事件 包括亚裔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 在大学校园受到什么样的歧视 美国的大学是否越来越不宽容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东亚语言语文化系的副教授 马昭先生参与这部分话题的讨论 欢迎两位 我们的热线人让他开通 欢迎各位拨打4001 120051 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 我想先请教这个马昭教授 因为您在这个密苏里州 您的大学跟这个在密苏里大学 发生抗议事件也不是太远 那您认为这个美国大学校园 最近发生这一连串的这个种族歧视 与偏见并且由此而引发的这个抗议事件 是偶然的呢 还是说跟美国目前这个近来 种族关系紧张这个大背景有关 好 主持人谢谢 很高兴有机会 再到这个节目做这个访谈 如你刚才所说 我觉得确实从我现在工作的 生路与私事来说呢 我们距离密苏里大学 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那么我们距离弗格森 就是在一年前爆发 那种族骚乱的城市呢 其实只有20分钟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 身处在这样的地方呢 确实感到种族引发的各种事件 和各种骚乱呢 确实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 报纸上确实已经不断的在报道 从俄克拉荷马大学到耶鲁 到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一直到密歇根大学 那么其实今天早上 我再补充一条呢 我们看到的是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占据了校长办公室 其中要求呢 学校取消 伍德罗维尔逊总统 这个有关他的这个名字 在学校的出现的位置 因为也是种族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一系列的问题爆发呢 确实是 我们可以看到是 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它确实和近来 近一年以来 美国种族关系紧张发展 有很密切的关系 好 夏明教授 您在纽约这个大学里面 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当然美国的种族歧视 是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作为 即使在美国呢 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了 已经应该是了 应该说我们呢 也都是穿着打扮了 也都是比较那个 就是体面那个干净的了 但是我们呢 在每天的这个 就是日常生活中 那么甚至学生呢 对我们这些 少数民族的教授了 那么都有就是各种 就是有意和无意的 这种种族歧视 那么就是昨天我女儿 她还说 她到大学里面去 要参加进座 要占领他们的学校 我说你去 当然应该去 那么所以她就去了 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学校 有一个就是非洲裔的 一个就是黑人教授 那么他是从那个塞列加尔 到了法国留学 到梭邦大学 就巴黎大学了 拿到了博士 然后拿到博士 在我们学校教非洲史 那么请问一下 世界上还有谁 比她更有权威 给我们的这边 纽约的这边的小孩子 教非洲史 那么我认为没有 但是因为她是黑人 所以我们学校的有学生 每次她在黑板上 要写东西的时候 就会用粉笔了 这个下面教授这个线路 好像又有点问题 后背了 对 那么 好 对 那那个就是 我继续说还是能接见吗 对 现在可以听得清楚 是 请讲 下面教授您讲 那么随了就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少数族裔的教授 对 受到这些就是那个骚扰了 那么这个是日常生活中 都是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了 在美国大学中 那么甚至对美国 受过最好的教育的 少数民族了 那么我觉得 那个种族其实都是存在的 好 马赵教授 我们知道就是说 您刚才提到 就是在福格斯恩镇 一年前发生这个种族骚乱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比较好理解 因为这个白人警察 枪杀没有带 携带武器枪制的 这个黑人少年 那么对于在这个 就是应该说 具有极大的宽容 包容性的 这个美国的高等学府 发生这些事件 您觉得这个怎么去解释呢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起事件 并不是一个 像您说的 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有三点想强调一下 第一呢 我觉得是从大学校园 发生的这个种族问题呢 它提醒我们要注意呢 这个种族问题呢 实际上有好几个 不同的层次 你比如说 有这个法律的层次 有行政制度管理的层次 那么还有呢 就是校园文化生活的层次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呢 从密苏里大学 这个事情来爆发出来的呢 是这个校园层次 校园生活 校园文化中的 这个层次的种族矛盾呢 其实可能比法律 和行政制度的 这个方面呢 种族其实问题更严重 更容易成为 引发冲突 引发这个紧张关系的 一个爆发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还觉得呢 是密苏里大学的事情 也反映了 黑人学生抗议组织呢 对校方是强烈的不信任 这个呢 其实也体现在 佛格森这个 种族骚乱这个事件之中 就是说黑人军民 对警察机构也不信任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校方和警方 它本来呢 应该是种族问题的解决者 但是呢 现在呢 在这个每一次 种族骚乱的过程中呢 却成为这个 种族问题的所谓的制造者 并且为此要承担责任 这是第二个 我想强调的地方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 我觉得社交媒体 这种新的社交媒体的 广泛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呢 对这个种族问题的报道 和种族问题的 产生了也有一定的影响 它呢 可以 具体讲 它可以把不同地方 发生的一些 个案性的事件呢 把它放大 并且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很大的 公众的效益 形成一个很大的 聚合效益 这个呢 也导致了学校和警方呢 承受了很大的 道德上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三点 综合到一起 可以看出呢 美国大学校园的 种族问题呢 很严重 而且呢 可能呢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呢 也不会很快得到消解 好 夏明教授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您是不是觉得 这个认为 美国的大学校园 现在越来越不宽容 越来越缺乏包容性 就是造成这种现象 生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刚才我们听到 马昭教授的分析 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 马昭教授的分析 我很同意 那么当时我想补充两点呢 就是说第一呢 是不是美国大学 现在越来越不宽容了 那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美国之后呢 毕竟是在进步 那么美国的就是年轻人呢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对种族 这个概念呢 非常的淡薄了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的年轻人之间 你看呢 他的种族 那个跨越界限之间呢 越来越频繁 这就是为什么 当奥巴马总统 在那个竞选的时候 我那个 还没有那个就是 抱乐观态度 不认为奥巴马总统呢 能够克服这个 种族障碍了 能够当选 但是呢 美国的年轻人 其实投了他很多票 那么证明呢 美国年轻人呢 在种族问题上呢 越来越宽容 越来越包容 那么这里边就 有个问题 那么就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种族 歧视这些事件呢 那么我认为了 有两个原因 那么一个原因就是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美国现在呢 就是黑人 那个拉丁裔和 华裔这些 亚洲裔等等的 那么少数民族 加在一起了 已经达到30%以上了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7比3的 这个比例呢 美国白人呢 他逐渐在70%以下了 那么这个比例呢 逐渐被突破以后了 而且美国 现在就是说 少数民族主义呢 在各方面呢 那个全面的崛起 包括有了美国 就是黑人总统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么使得美国 白人呢 他觉得呢 他在全球化过程中 他的很多的生活 社会地位 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呢出现 他们一种反弹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是美国呢 对种族歧视 还有包括基于各种 那个就是认同方面的歧视 包括就是性别歧视 残疾歧视了 他有一个 那个我认为 他的认识上呢 有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就是提高 也就是说 大家对这些事情呢 越来越敏感了 也就是说 用哥伦比亚大学 那个就是师范学校 那个就是教授 隋文的一句话来说呢 他是一个专家 专门研究 就是威庆的 就是威小的 这个microaggression 那么当人们呢 就说已经不是谈论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马昭教授讲到 法律体系上 和制度体系上的 歧视的时候 这些在美国呢 那么都已经受到了 一个侵褀 人们在谈论呢 在日常生活中 社会生活中 那么每个人性 那个就是里边呢 还没有窃除的 这些歧视的 这些基因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就进入到了 那个微观歧视 就是威庆的这个范围 而这个范围呢 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 在日常生活中 讨论的其他的 所谓歧视呢 我觉得是不同的档次 应该说是美国在 那个经历了 那个这么50年的 民权运动以后了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 更高的反对种族歧视的 这么一个层次 好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 美国各大那个校园里 发生这些种族的 其实主要是这个 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之间 这种冲突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 其实亚裔的团体 在大校园里 他们也感觉受到一些歧视 今年5月呢 一些美国的亚裔团体 就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 他们说哈佛大学 对不同的族裔 使用不同的标准 以及在朝春时 实际上有种族方面的一个配额 像我们来那个看一下 美国军记者杨诚和李奕华 早些时候有关这个事情的 一个报道 美国60多个亚裔社团 15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 宣布提出行政申诉 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 民权司调查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 长岛华人协会主席张国栋说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部和教育部呢 就是采取切实可行措施 保证这些长青城学校不要再去歧视这种亚裔的录取人 当然也不要歧视其他任何族裔的录取人 来自加州的华裔学生王兹利说 他的成绩优异 但是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 这让他感到无助 就是因为这些学校设立种族配额 他们认为你是亚裔美国人 所以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血统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建桥 是美国最知名的长春藤大学之一 哈佛大学法律顾问当天发表声明 声明说在此之前 类似的歧视亚裔学生的申诉案中 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经调查后判定 哈佛学院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 这次亚裔团体申诉行动的发起人之一 李春燕博士说 尽管哈佛大学不承认有歧视行为 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录取的之中 被录取的 那SAT啊成绩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被录取的人 都是已经高于其他的种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罗拉巴克也出席了这次记者会 表示支持华裔团体提出的申诉 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罗拉巴克议员说 他要推出法案 要求教育部进行相关研究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华盛顿报道 但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亚裔团体提出的 这个对哈佛大海这个申诉呢 目前是已经是被这个 教育部和司法部这个驳回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更多的一些亚裔团体 最近呢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 就是他们表示他们支持这个平权法案 所以我下面想请教这个马昭教授 您认为这个校园 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出现这种 种族方面的一些问题 跟这个平权法案 有没有一点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话语的 这个情境下去考虑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表明了这个亚裔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的 另外一种类型的歧视 因为我们说呢 其实亚裔团体的兴起呢 和美国民权运动是直接相关的 都是50年代60年代以后 随着这个民权运动的发展 亚裔社团也开始兴起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少数族裔 但是我们面临的歧视是不同的 那么对于亚裔来说呢 亚裔的它有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 也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亚裔通常被美国的主流媒体 宣布为是一个模范的少数族裔 那么其实这个模范的少数族裔呢 你表面上听起来 它是一种就是说对我们的赞扬 但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说 这实际上也是对亚裔一种歧视 因为我们可以说 到底什么是模范 对吧 模范的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模范 所以从这种现象来看呢 就是说虽然我们亚裔呢 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取得了成功 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改变 我们不可能改变 我们少数族裔的这个现实存在 另外呢 是我们所受到的歧视呢 可能是这个 在非洲裔美国人 或者拉丁裔美国人 他们所谓的其实是不同的 不同的一种歧视的方式 那么我觉得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在亚裔社团主动的 通过法律手段 通过这个行政手段 来追求这种平等的这种待遇呢 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它有助于我们 有助于美国主流社会 改变这个亚裔的少数族裔 这种沉默大多数 或者沉默的一小部分人的 这种矮板的形象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好 夏敏教授 您对平权法案的看法是什么 对 我认为 美国的种族其实问题呢 当然不是黑白问题 那么还有其他的 许多其他的问题 那么就是涉及到我们 就是棕色的这一群人群 那么就是拉丁裔了 还有就是亚裔人 那么我觉得 刚才就是那个电视片里边呢 反映的呢 当然都是真实的存在的 我们所有在美国奋斗的亚裔人呢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呢 那个就是说 都要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获得的成就 那么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 在申请就是各种大学过程中 也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 那么但是呢 我是这样来看的 有几个因素 第一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 抗议这个民权 那个平权法案呢 带来的一些问题了 不在于是说 因为我们的子女没有被录取 而在于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的 那个亚裔的这个子女了 那么他们呢 不是就是 刚才像马昭教授讲的 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好 教育程度比较高 因为这批人呢 当然都是我们这些 来美国留学的 那么这些高知家庭呢 那么但是在中国 现在那个就是 越来越多的 就是难民呢 那么我们看到 在美国这些 非法的难民这些呢 那么他们呢 其实是教育层次是很低 而且呢 经济那个就是 也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面对着 亚裔人群里边 这么一群 那个非常就是 那个困难的人群呢 他们其实呢 需要照顾 相反 在黑人和在 拉丁裔人群里边呢 他们已经出现了 他们的贵族阶级 那么他们的中上阶级呢 已经 现在已经很发达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往往这种 平权法案的结果呢 就是把各种机会呢 其实给了 黑人和拉丁裔人群里边呢 他们教育最好 教育层次最高 那么家庭条件 最好的那个家庭子女 其实牺牲了我们很多 在中国城里边 那么拼命那个打拼呢 那么想获得地位改善的 这么一群就是 那个比较贫穷的 对亚裔的团体 所以这句的 我觉得是值得那个关注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其实大学呢 它要形成一个 良好的学习的一个环境呢 它需要有 内在的一种动力 内在的动力 如果全是 云直的一群人在里边呢 它就不可能产生动力 就像那个完全是热水 那么它不会 可能产生太多的动力 热水跟那个 就是冷水 那个交融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 这个强烈的运动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说 如果完全是亚裔人 在那个一个大学 占据50%以上的多数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良好的学习环境 那么我相信呢 各个种族的 那个有意思的 相互的平衡 那么达到多元呢 我觉得这对 那个学习的环境呢 都应该那个有帮助 好 马赵教授 我想再请您谈一下 就是在美国大海 想要发生这些 种族歧视的 这个事情之后 美国的高校的管理层 是否已经采取一些 这个措施 来改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有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个冲突和矛盾 也是由于这个大学高校管理层的 管理那个处置不当而引发的 我们看到这个秘书大学校长 因此而辞职 您谈一谈 就比如在您的学校 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现在 的确是这样 这个因为在校园出现 种族的这个紧张关系 尤其要出现更大的 如果是这样对于学校的 对于学校的影响 还是很多方面的 那么其实呢 从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来说呢 我们一直也是 学校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 那么为此呢 也成立了一个 种族多元化的领导小组 那么而且呢 也特意的呢 强调了这个学校领导层的 种族多元化 这都是学校在这些方面 做出的具体努力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 刚才所说的密苏里大学 其实呢 就是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呢 密苏里大学实际上 也已经做了很多 这方面的努力 你比如说他呢 在过去的几年中 连续设立了大概七种 七项 就是有关于这个提高 学生的这个对种族文化的认识 对于种族文化这个包容性的一些活动 你比如说他设立了 关于这个偏见或歧视的这个举报制度 他也设立了这个黑人文化中心 他还设立了这个黑人学生自治政府 以及包括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 有专门的这个培训和黑人文化觉醒乐 相当于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说呢 这个呢 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从学校 从制度上来说 要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呢 想很认同刚才夏明教授提出的这个 所谓这个微观的这种问题的爆发点的这个说法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学校可以从制度层面上 建立一些解决种族矛盾的一些活动 一些计划 但是呢 他并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决学生 在这个白人学生也好 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也好 他自己思想深处 他文化深处 这些地方呢 如果存在一些种族问题的这个根源的话呢 可能不是靠一个简单的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实际上 这个种族问题在学校呢 可能进入到了一种所谓深水区吧 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立刻解决的办法 那么 由此引发的 这个学校的领导辞职呢 表面上看呢 可能是一个事件的结束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能够从深层次上 根本的解决种族的问题 好 下面教授 您有20秒的时间 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缴节 对 我觉得当然 面对这些困难呢 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呢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知道 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 即使没有进到哈佛的话呢 那么还有其他的成千上万的大学呢 能够让你达到那个就是 人生的顶峰 或者最大的幸福 那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最大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作为就是少数民族 同样的 像黑人其他少数民族 那么大家都应该加倍地努力 干得更好 好 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 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 精彩的点评与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明天焦点对